腰带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品 但如果我们关注媒体新闻 就会发现一件大家都习惯的怪事 普通人的腰带都扎在裤子上 但穿着军装的军人却都系在上衣下摆上 比裤子要高出一截 其实军用腰带的门道可不少 军用腰带分为内腰带和外腰带两种 内腰带的作用和我们普通人的腰带一样 竖腰的同时保持裤子的稳定 而扎在衣服外面的那根则是外腰带 在训练 战斗 执行任务时使用 在人民军队成立之初 没有制式的军用腰带 普通战士和军官的内腰带都是麻绳或绵绳 甚至还有草绳 而牛皮袜腰带基本都是战场上的战利品 由于数量有限 只有军官才能使用袜腰带 在上面加挂手枪 手榴弹等装备 在长征最残酷的时期 断梁的红军部队甚至将牛皮腰带也当作干粮 加水煮了冲击 腰带做食物可以说是设计者完全没有想到的用途 但却随着课本里的长征故事变得家喻户晓 直到建国以后 新中国开始焕发第一套军服 武陵式军服 人民军队才开始集体配发自己的内外腰带 军用腰带的功能性也逐渐走向正轨 军用外腰带要扎得很紧 只能塞进两个大拇指 将腰竖紧后会减少腰部用力的损伤 对腰部有保护作用 徒步行军时与绑腿并用 对长途行军很有帮助 外腰带对军人的仪态也很有帮助 束腰提神显得威风凛凛 在队列训练中 让队伍更加整齐有序 彰显军人风采 天气寒冷时 外腰带将上衣扎紧 可以防止风从下来灌进去 起防寒作用 不过由于同样的原因 扎紧外腰带 夏天也会感觉更热 外腰带还可以充当绳子 捆绑行李 是集训的一大法宝 如果内腰带断了 外腰带也能当内腰带使用 虽说效果差点 但比手提裤子跑步强多了 外腰带还有一种军官用外腰带 也就是俗称的武装带 鞋皮带 外形上最大的区别就是 多了一条倾斜的肩带 这种设计起源于西方 原本是为了防止军官的配刀 导致腰带斜坠影响军容 虽然军刀逐渐被时代淘汰 但英系逼人的武装带 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警察 纠察 卫兵 仪仗兵等 也开始使用武装带 除了像普通士兵 可以挂手枪 弹夹套 匕首以外 还能挂警棍 手铐 对讲机 战术手电等设备 如今 军用腰带的应用场景更加细化 设计也更加实用 之前 长服与作训服的腰带 并没有严格区分 现在为了配套作训服装 内外腰带都增加了编制款 也有了很多方便作战的新功能 在紧急状态下 编织腰带可以拆解为牵头和带体 各牵头和带体 可相互连接成绳索使用 从而具有攀登 捆绑 搬架 滑枪等多种功能 必要时还可以作为直携带 编织外腰带 还特别增加了战术卡孔 可以增添背带 加挂更多的战术工具 满足单兵作战的各种需要 从实用性来看 编织腰带替换皮质腰带 无疑代表着进步的趋势 大家记忆中 英姿萨爽的皮质军用腰带 不得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